大家好,歡迎來到資金樓市無所,我是CASA範偉新日 今天是8月3日星期四,現在的時間是10點41分 今早來說的走勢跟隨外圍下跌 由於美國方面整體的信貸評級被位於下調了 由3A變成AA加,令市場有個比較明顯的反應 因為利率方面都開始重新回升 帶動10年多的債息 上升到4A的水平亦都因此因此 令到美股昨天的走勢做得比較差 雖然近日推出的美國經濟數據都在反映 美國方面的整體通脹壓力大為減退 亦預計到接下來九月份 美國未必需要加息 因為都看到通脹回落 亦都符合到聯儲局方面的目標回調 雖然未去到長遠的目標通脹水平是2% 但需要再加息的預期大為減低 其實如果看回來說 美國的整體經濟數據都仍然在回調 亦都符合到一個比較低的通脹率 但看回當中包括內地方面的經濟數據 都是事好事壞的 譬如像上天來講 內地方面的PMI數據 7月份部分數據來得比較好 但亦有部分比較差 到今天來講 內地亦公佈了財新的PMI數據 比市場預期好很多 因為市場原本預期 7月份的數據只是52.5% 但現在來講 進一步擴張到54.1% 比起6月份的53.9%還要高 對於股市來講 都是有利好的幫助 亦都令到恒指來講 今早早原先跌超過100點 逐步跌幅去收窄 甚至是曾經倒升過 那美股方面的問題 就是在於現在突然之間 衛預將它的評級調低了 雖然說市場相信 最終借多少的息率 又或者是最終來講 美國那方面 有沒有的投資者 去繼續買國債 都是由市場決定 並非是由這個 就是叫做評級公司去決定 但是評級一旦就下調了的話 那或多或少都是 令到整體那個 就是需要的 就是叫做 投資回報是會高了 那這個因素 都會令到市場的壓力是大了很多 那也都因此因素 昨晚來講 就是美國三個主要指數都下跌的 那道指來講 跌了是不夠1% 納指就下跌的都比較多些 就是2.1%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標指來講 標本白指數呢 就是1.3% 那整體上如果看 三個指數來講 道指跌的幅度相對小 那也都呢 就是看回呢 就是它的波利加通道來講 呢 仍然都是相對還是比較寬的 那沒有呢 是明顯的收窄 那但是 那這個阻力呢 就基本上是通道頂附近 那我們譬如看回 RSI也都是跌回到70%水平 那就反映回之前呢 原本一個比較強的超買狀況呢 那又出現了一個逆轉 那也都看到呢 就是說 那個指數是跌回低於 那個波利加通道的頂部呢 那那令到呢 那個%B也都是跌回下來的 那那現在呢 那現在看回呢 道指的整體走勢 不算太差的了 那因為呢 為什麼呢 就是起碼在那個 那個波利加通道中座呢 都沒有失手之餘 那還有一個比較大的buffer的位 還沒有跌回下去 那但是呢 那譬如看回呢 就是標本白指數 再加上 在納指的情況呢 就是有點不一樣了 那譬如好像看到呢 就是標本白指數來講呢 我們看到呢 它的走勢 是跌回到那個 保利加通道的中序 那也就是20天線的水平 那這個位來講呢 就重要的 那因為呢 整個的走勢 能不能夠呢 是再做一步呢 是反彈呢 20天線或者通道中序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位 那跌穿這個位的話呢 那就 那幾大機會 那個回調呢 是會繼續 並且是跌向那個通道底部 那而呢 就標本白指數去看回呢 那個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和那個中序的那個比率呢 BBW呢 就現在的水位呢 其實都處於一個尷尬的位 又未去到最低 又未去到最頂 那麼可以去看回呢 就是現在 在這些水平來說呢 繼續呢 是回落收窄的情況 是會發生的 那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水位來說 就是向上上網的空間不多了 那麼跌回來說 就先看著通道底部 那麼 至於 那 納子來說呢 那個情況就 就是 危險少少了 原因呢 都會看到呢 它是跌到下去呢 通道的中序流下的了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那麼 也都見到呢 RSI是失守了呢 就是 原本完成的那個 的上升支持位 那麼 穿了的話呢 RSI會進一步轉躍呢 那麼 令到呢 就是 納子那方面呢 是會向下試 暴力加通道的底部 那麼這個水位來說呢 短期都 令到市場的波動性會比較大 那麼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麼 看回昨晚來說呢 就 根據上 是聯邦Game利率期貨那邊的預期呢 美國在9月份 再加息的機會率呢 是 兩剩不夠的 就是19% 那麼至於呢 就是說 維持的息率不變呢 都達到81% 那麼 那麼屬於一個 即是叫一面倒的走勢 那麼另外呢 也都是 對於 11月份呢 聯儲局呢 是維持的息率不變 5.25%到5.5% 那個機會呢 亦都達到差不多 65% 這也是一面倒 那麼 所以你說 再加息多 是25點之下 令到息率呢 去到5.5%到5.75% 那機會呢 仍然都是高少少的 31.3% 但是呢 就暫時去看回 維持的息率 仍然在 現水平呢 那個機會呢 那麼高的話呢 我們暫且去相信 就是說 接下來呢 聯儲局真的有機會是 不作出 向上調的息率 令到呢 9月份呢 美國的息率呢 逐步見頂的那個 形態呢 是出現了的 至於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叫做息率 是預計不變 但是呢 就因為那個 評級 就是美國那方面 那個信貸評級 被調低了 那都在那個 的 債券的息率來說呢 就反映了 譬如好像 看回昨天來說呢 整體那個 的兩年期的 的息率呢 都是繼續在一些 比較高的水平 是4.9% 那另外呢 就兩年期的息率來說呢 也是 也都是升班穿 是4厘 那都是一個 就是短期裏面 是預示著 整體 息差 就未必會 擴闊 但是呢 那個息率可能 慢慢逐步呢 就是上移一點點 反映了呢 就是 投資那個 的信貸評級 被提 調低 也是一個 可能會發生的事來的 那當然 如果你看回 整體的 美匯指數呢 繼續是反彈 那 102元半呢 是一個主要的 阻力位來的 但是呢 上天來講 成功升穿了 現在來講呢 再上一步向上 突破 那都是一個 令到大家來講呢 就有 比較大的 阻力 那 因為呢 譬如說 VX 波動指數 亦都是由低位 炒上來 那 整體上 令到 投資市場 來講呢 整體風險的 需求 會增加 那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都是 令到整個的 美股也好 甚至是 債市 那方面呢 都會有 授押的程度 那 那 現在來講 究竟呢 美匯會不會 再穿上去 去一些比較高的水平呢 我相信 現在來講 雖然穿了102 但是 仍然都會繼續 維持在102的水平附近 因為 大家都 就是 看回 美國那邊的 加息壓力 就大為修減 那 也都是 暫時的外圍那方面呢 未是有個 就是 很快就是 看到那個息率 是會有 就是 回落的跡象 那 所以 暫時去看回 就美匯那個走勢呢 仍然都是比較 是 就是 叫做 相對比較強一點 那 那麼 看回 整個的油價來講 都 隨著 就 近日 經濟的走勢 是 有個放緩 那 逐步呢 就要有個見頂 那當然了 就是去到現在的水平來講 82 這些位上去 接近 就是之前的 去到 四月份那時候 是83.53 那 只是相差不太遠 那 基本上 我覺得這些水位 要大幅地上升 就真的比較 難 有一個很強的 訊號 可以見到 油價是再 大幅地上升 那 也都 譬如看回美國 他們自己本身都表示 現在來說 是不會在 時限上高 即時補回戰略 的時候 儲備 他們都表示 如果美國出現 經濟衰退 那時候 他們才會進行 去補油儲 因為那時候 油價才會 相對比較低 現在來說 如果你看現有 經濟狀況 和油價的表現 主要油價的上升 是因為 產油國那邊的 一些調控 減產 令到整體油價 跌不下去 對於油股來說 暫時 還是一個 中性偏好的現象 因為 你都相信油價 不會出現 一個大幅下跌 至於 人民幣的匯價 整體 隨著 數據 事好事壞 其實 近日來說 人民幣匯價 曾經 一度 是 轉強到 7.115的水平 之後 近日都轉弱 昨天來說 穿了 MA20的 關口 所以 現在來說 人民幣的弱勢 我相信 未能夠 可以 在短期內 扭轉過來 暫時 都看回 整個 人民幣 可能都會 逐步逐步 去試一些 短期的 頂部 包括 7月份 那時候 7.2372 這個水位 至於 昨天來說 在收市時間 指數跌了 493點 跌的幅度 相對大 而且 也看到 三個主要指數 整體的 資金是 有少少入 包括 滑行指 24億 國指 23億 科指 21億 這三個指數 除了 科指 追貨 坐貨比率 高 76.2 其他指數 是47.9 和52.6 暫時看不到 其他指數 繼續 轉 強的 跡象 因為現在 錢 進入了 但是 坐貨率 不高 都是 沒有能力 令市況 有個 比較 強的 上升 不過 昨天 進來的錢 包括 包括 騰訊 巴巴 美團 加上 京東 都是大的科網股 科網股的走勢 有少少錢 進來 或少 反映 現在 市場對於科網股的看法 沒有太過負面 至於 昨天 建行 友邦 比亞迪 招行 沖移動 都有些錢 留走 尤其是 建行 和友邦 最近 走勢比較弱 這個弱勢 似乎 沒有短期內 可以即時 轉向好 那個機會 在日線圖上 突破了三個走勢 之後 最高的上度是 兩萬年三百六十一點 沒有辦法站在 六月中 就是兩萬年一百五十五點的水平流漲 不如一直跌下來 先手上 就是 整個由 兩萬二千七開始形成的跌浪總跌幅 計算是 38.2%的反彈目標 這個位置 就是一九八零零 昨天 最終跌穿 跌穿的話 走勢會相對比較弱 我們也看回 走勢由兩萬年三百六十一點的水平 跌回頭 亦都看到 一些比較重要的指標 包括 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 和 跳以百五十天的二龍平均線 都仍在 指數 都仍在這幾個 條二龍平均線上 所以 暫時看回調的動力 是有的 但是 不是真的 去到 即是 投資者非沽不可的情況 尤其是 當我們用回 近日 在指數 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九點上去 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四點之後 回調這一陣 就破壞了之前的反彈 所以 現在看回 再進一步 升穿 一九五三四的話 我們可以用回 由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九點上去 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四點 計算是 1.618倍 其實 如果看二萬三百 已經兩天試了去那些位置 突破不了 回調 總自然回調的幅度會更多 去到 現在來說 正正是 整個 即是 叫做 突破後的升幅 都完全抵消了 現在的指數 能否再進一步 向上 都很視乎 例如我們看小試圖 站在一萬九千八三十四點這個水平 也看回 整個的RSI 有沒有再進一步 是跌到三十樓下的情況 至於 牛熊的 部署 至於 昨天的指數 是下降 有不少的投資者 都在一萬九千三到一萬九千五四 這些位置 即是部署的 一萬九千三到一萬九千五 部署的那個是牛證 令到 這個牛證 昨天是多了 949張 有2,494張 相當其指的交易量 如果你看回 除了這個指數 另外 一萬八千九到一萬九千日 也是比較多 總共有1,827張 至於 在比較貼近的水平 2萬0200到2萬0400 加了倉 現在看回 市場 似乎都相信 一萬九千三 未必會跌下去 所以暫時看回 即是走勢 反覆完了這一陣回調 能夠站穩之後 再大幅回升 可能性 雖然不高 但起碼 站穩在短期的走勢 都存在 至於 科技指數方面 就是牛熊分佈 牛證 在4000到4100 那裡 大概是63張 基本上沒有什麼 至於 雄證 那邊 是5200到523的水平 18張 都是屬於一些 所謂的重貨區 暫時看 科技來說 整體走勢 似乎看好 那邊的投資者為主 到了今早 市場 低了183點 跌了0.58% 那也看到 今早 整體的成交 在整體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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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5.4億 那如果你看看 那數值 和上天的水平 就減少了些 那也有些 反映著投資者 在這一陣的市場 回落的話 都還沒有這麼做 太多事情 在今早 最初來說 開始跌了183點 底下 看到 恒指也好 國指也好 和科指也有錢 分別是 6.9億 4.1億 和4.9億 佔比 60% 49.4 然後 70.7 科指的成份股 股額 股額 是大了一點的 那看看 哪些股份 會受到影響 如果入股份 就比亞迪 另外 就是創科 再加手銅機 和聯想家 建學 這些來說 都比較散 至於 在流出的部分 就是友邦 騰訊 亞利 網易 再加上 勁動 全部都在說 一億 立胡上 顯示著一件事 投資者 還是比較有偏向 當市場傳一些 雷南消息 報門雷南消息 都會令到 投資者 對於科技股份 都會有 沽受的壓力 到現在來說 指數今早的低 開後 現在的走勢 又回到 今早的低位附近 其實如果看回 現在的水位 剛剛 139點的跌幅 穿了 早段的支持位 繼續向下的形態 似乎 都沒有走跌 因為 如果我們用回 日線圖看的話 那 100天線 原本就是 由這個 4月份 跌穿之後 一直都是 受了100天線 但是這次 突破了之後 又很快跌回 變相 做不到支持 變相 走勢上 就是 原本最初 預期會不會出現 一個 雙底突破 現在來說 做不到 還有就是說 穿了 100天線 現在來說 10天線 穿了 那麼有機會 這一陣的回調 又會繼續 向著 這個 叫做 20天線 和50天線 的水平 做一個 交回 至於 下 上升通道的底部 也可能 會成為 短期的 支持 可能跌到位 的話 投資者 不妨去做 一些 部署 亦都看回 走勢圖 去看回 小視圖 的話 我們看到 這一陣 原本1.618倍 的升幅 到了之後 回調回到 100%的部分 但現在來說 都穿了 也穿了 50天線 令到 短期的回調 的壓力 會是加大 可能在短期的 投資者 都要小心 看回來說 接下來 還有多少 數據 包括 一些 ISM 非製造業的 指數 另外 也都 美股 那邊 今晚 會公佈 這個 服務業的 PMI 還有 最重要 看回 接下來 星期五 即 內地 那邊 美國 那邊 會出 7月份 整體 包括 飛龍新增 和失業率 市場 預期的失業率 是維持3.6 而且 亦都見到 就是說 他們 預計 飛龍新增 職位 大概是18萬4千份 就是 低於上個月 這個水平來說 是看看 究竟 那個 跟真實的數據 相差多遠 那 最近來說 大家都是在看 究竟 加了息 那麼多次 有沒有控制到通脹 控制到通脹 有沒有危害到 或者損害到 經濟增長 那如果你是 那個經濟增長 是維持到的話 那其實 都 大家來說 就是慣常了 那個加息 應該那個影響 就很小的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 來到這裡 整個的港股 在短期裏 繼續 是反覆的 數據主導 大家來說 就需要更加多 是貼近那個數據 做一些 合適的分析 那如果大家來說 就是喜歡這段影片的內容的話 那就請大家可以 share給你的朋友 另外呢 也可以在下面 按個like 還有就是說 最緊要 如果你是有些 的 自己的想法 那也都不妨 在下面呢 就是 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 都可以 做一些 討論的 那今天來講 的分享 正式完結 那今天是星期四 很快到星期五 有一個星期 希望大家 開開心心 雖然 事件來說 都叫做 很快 這些轉星檔 就有少少 結束的感覺 但呢 就希望在明天 那 多謝各位 先收睇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